3D打印对于非专业人士的生活能带来哪些改变呢 随身的日用品 比如手机支架 可以天天换着造型用 桌面零散小工具太多 打印个量身定做的收纳盒 书读到一半 用自己多色打印的书签下次继续 模型爱好者 从买玩具变成了找模型文件 再逐渐开始尝试自己建模 生活中还有更多的小细节 可以通过3D打印来丰富 为你的动动版加点小点缀 给生活加点小情趣 又或者是打印几个解压的小摆件 桌面瞬间就生动起来了 这些模型都是我用3D打印实现的 看习惯了单色模型 还可以试试多色模型打印 看着好玩但是没接触过建模 是不是玩不了 大可放心 网上免费模型文件可谓应有尽有 例如创想云 能看到各种专题的模型 一键发给打印机就行 操作难度比你改个word排版还要简单 近年消费及3D打印设备卷得飞起 对于用户来说真是件大好事 像创想三维最新发售这款Care Combo 开箱出来简单几根线就能用 每一步都非常仔细的文字加图片说明 生怕你操一点心 那江湖规矩 咱还是先打印一个小船 来看看它的打印速度和精度 喝杯咖啡的功夫就可以取模型了 这就是它14分钟打印出的小船 表面很丝滑 旋锤也都不错 相对于龙焖架结构的机器 Care Combo标配了箱体 配合强效风扇系统 能实现更好的仓温控制 还有Care Pro版本 能实现最高60度的主动枪体恒温控制 K系列也都用到硬化钢喷走和挤出机 让它不但能支持日常的PLA耗材 还能支持碳纤维增强材料等 来回换耗材 也基本用不着你操作什么 就把耗材放到这个CFS盒子里 创想家的耗材上有RFID标识 只要放进就能自动识别耗材的种类颜色信息 在配套软件中直接选择几号耗材 打印参数就自动调整好了 设备内部的AI摄像头 会帮你监控打印的意外状况 还能提供无限远程监看的能力 打印完会自动保存一段延时摄影 可以快速欣赏你模型变为实体的过程 三色模型不够玩 这CFS盒子让机器也有了多色打印的能力 每个盒子支持四种颜色的自动换料打印 最多支持扩展四个CFS盒子 也就是16色的自由切换 所以现在的消费级3E打印的设备 也基本已经是傻瓜相机的一个状态了 你只需要告诉它去打印什么模型 就等着它自己长出来就行了 已经不再是设计师和极客的专属工具了 所以功能都到位了 你猜这个带风箱的K2 加上这个CFS盒子这一套 它的发售价格多少 三秒钟猜一下 3212999 怎么样 你觉得这个价格能打吗 我觉得2999这个价格 你买一个稍微精致点 模型都不止这个价格了 但现在你能直接买一套3E打印机 自己去DIY 所以对3E打印感兴趣的朋友 我觉得这一波还是值得冲一下的 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好玩的作品 那咱们下期见